眼睛对准仪器 拍照后就由眼端控制 传给高一的眼科医师做眼部看诊 高一医疗团队今年1月开始 24小时进驻到偶像卫生所紧急救护中心 也提升许多医疗设备 像是这套眼距视讯看诊仪器 为拿回民众带来医疗方便 就是一片黑黑的这样子 然后一直到他说他要照的时候就闪一下 我觉得这个设备就是蛮不错的 因为就是能够带给我们 就是在偏远地方 就是我们像是我们住在偏远地方的一个方便 大五项卫生所目前一个月 只有一次的眼科门诊 透过引进这套设备 未来希望可以达到一周一次的眼科门诊 让民众就地接受医疗照顾 由他们自行去安排哪一个医师 比如说眼科的话哪一个眼科医师有空 那这个我们不用担心 那我们这一段的话就是 我或者是其他的具有医疗背景的人员来操作 然后我们会充实我们这边的药品 或者是其他一些设备 让民众不用到高医看眼科 在这边就可以完成整个就医跟领药的过程 卫生所主任也提到目前正规划就诊巴士 可以让偏远部落居民透过就诊巴士 接送难回民众前往到卫生所就医 原市新闻物举台东大五采访报导 请ルフ市新闻物举台东大青